大家好,我是居靖 现在我们来到了波兰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市的火车站 今天我要坐火车出城啦 按这个按钮就上去了 对面开来了一辆从罗兹来的火车 长途火车它是跨省的 罗兹呢它是在2015年与中国成都 是建立了友好的城市关系 一些贸易往来是比较密切的 很多企业都在罗兹设有自己的物流中心 那边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包括文化、科学方面的这些东西都发展得很快 包括罗兹它也是波兰电影制片中心和美术中心 然后它是波兰的第三大城市 二战以后呢它发展就是比较快 所以在那边我们的华人应该也比较多 因为毕竟跟中国有经济往来比较密切 来吧 好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孩子看着我跟他分开 他竟然没有哭也没有说要妈妈这样子的 他就是很好奇周围的一切环境 看周围的人 然后就是沉浸在这种 新鲜的氛围里面 他就没有任何的伤心啊 或者是不愿意 与妈妈分开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时我跟我老公在家里 就设想他会怎么哭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他长大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人 但是说不好 现在还小 他可能没有这种分别的这种感觉 在开放的地方 好像他就不会有这种 缺乏安全感 像平时我们 他看到我穿鞋 要拿钥匙要出去 或者是背着包 然后要关门 他就会很哭 然后如果他爸爸出去 他就不哭 所以平时关门这种 可能已经他知道是一种 我要离开他的一种象征 所以他就是有感觉 但是像这种比较开放的地方 他可能就意识不到 我要跟他分开 很乖 然后这样的话 就当我要去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就是觉得 孩子哭啊什么的 我担心他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开心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火车上火车的话 他的位置是非常宽敞 也非常舒适 但是没有什么人 因为平时本来就人少 加上疫情 人们出行也会减少 所以整列火车上 大概就能数得过来 有多少人 波兰的火车 它是领许一些 像自行车呀 这样的车 放的 专门有地方 就是火车的镜头 就是有一块这样的地方 专门放这些车的 小型的 自行车呀 推车呀 这些 还有在波兰 你乘火车 可以不用提前买票 在车上买票 也可以的 然后火车上有WiFi 还有就是可以 供电脑充电的 手机充电的 这样的插座 而且这只是普通座位 不是什么VIP的 不是什么高价格的 就是一般的 普通的座位的 地方都有充电的 好 等了二十多分钟 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这边的话 它因为是起点站嘛 所以它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 在波兰是上了火车之后 才检票 不是串车之前检票 所以随时可以上火车 现在我出发了 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到 这边的话 根本没有什么人 没有人嘛 他们这么好的 这么宽敞 这么好的位置 但是就是盈利 肯定是有问题的 现在都没有人 就很刚好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也很少人出行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 他们这里的 这些火车的运营 真的还不容易 在波兰 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地方 是海拔在两百米以下 所以全境来说 他们的地势 是比较广阔 然后平坦的 他们的湖泊和河流 也比较多 原来波兰四十二个省 现在是十六个 这是原来他们省的省会 火车站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评论 关注 我是居进 主要是分享 波兰当地的生活日常 风土人情 下次见咯 这里有一次 《词》